好 回到国内台中市政府呢 今天被爆料说连续三年编入近千万元的费用 给市府近三百名的员工上下班来搭乘啊 也就是好像专车接送这样子 现在景气不好啊 很多人都说生活已经不好过了 市府员工平均每人每年有三万元的这个车资 上班交通费都是由全民买单 对啦 台中呢 因为这个五都啊 台中县市合并 那么真的很多有一些人可能住的比较远 所以呢 情况是比较特殊 但是是不是真的用纳税人的钱来买单 恐怕见人见智啊 看在市场小民的眼里 感觉还是会有一些的不合理 上班时间车上乘客排排坐早点名 就在台中县市合并上路后第一天 台中市府员工上班 搭上了这辆直达市政府的接驳车 市府员工一搭将近三年的时间 而且这一趟坐得安心 不怕上班迟到 因为全程免费 自己骑车啊 接驳不是都有自己私家车吗 公务员不是自己都有私家车 有市议员大骂 市府员工上班为何不能自行前往 非得要免费专车接送 来看看台中市府的免费专车 到底花掉民众多少钱 一百年度的免费接驳专车 市府花掉945万元 每天开9个车次 101年用了777万元 每天开8个车次 102年则编了990万元 以每年平均上班天数250天计算 一个班次单趟车资 就要花掉将近4000块钱 台中县市合并 市府员工上班的交通困扰 过度齐全靠免费接驳专车来解决问题 现在却引发质疑浪费公帑 一旦是议会不给预算 专车开不了 市府员工上班 骑车开车搭车的 到时候就得自个儿来 中天新闻李梦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